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星期三至星期五訪問澳門 出席慶祝澳門主權移交20週年大會 K特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 近日澳門加強邊防檢查控制 目前已有多名境外記者被拒入境或制留海關 即使已向澳門政府登記採訪的境外記者也不例外 週一NOW新聞台報導說 他們的採訪團隊雖然已提早與澳門當局報名 參與澳門回歸採訪活動 但當團隊記者和攝影師經港珠澳大橋入境時 在東人宮島的內地公安檢查站被扣查 最後被拒入境 被拒入境的NOW新聞台記者曾俊豪表示 下午他和攝影師打算坐金巴 經港珠澳大橋入境澳門 大約下午2時45分抵達大橋東人宮島的大陸公安檢查站 出示迴鄉證和身份證後被帶到臨時等候區 在等候一個多小時後 邊防人員拒絕他入境 隨後邊防人員搜查他的隨身物品 和查詢他到訪澳門的目的 期間邊防人員信問記者的背景又用筆錄口供 在口供指寫有拱北口岸派出所警察致仰 並且拍下記者的照片 全程以錄影機錄影 記者問邊防人員是澳門還是珠海拒絕他入境申請 對方回應都一樣 並且拒絕解釋原因 鄭俊豪追問是短時間安排 還是永久拒絕他入境 邊防人員回應說這幾天 整個檢查過程 總共歷時大約2小時45分 最後他在下午大約5時半 獲安排坐金巴返回香港 只有同行的攝影師入境澳門 近期記者在澳門被他入境 並非是首次 本部記者也在近日到訪澳門時 被他入境 並滯留多時 有記者雖然成功入境 但是就形容在人工島接受檢查時 以為自己入了新疆集中營 澳門智能燈塔比比街市 旁邊是賀昌實彈全副武裝的特警 先排隊拍照然後手薪 然後再進行一次海關查身份證 才上車放行 此外一名日本媒體記者 從香港入境澳門做採訪工作時 出入境櫃位讀取他的身份證文件後 隨即被帶入詢問室詢問 他雖然表明已經向澳門新聞局 登記採訪回歸事宜 但仍然不獲放行 最後致電澳門一名人大代表 才被准許入境 前後被調查了接近3小時 之後離境時 再被召入房間詢問 他表示當局可能有一份記者黑名單 因為除了他本人之外 另一名英文報章記者 也需要通過一名澳門立法會議員出面 才獲准入境 最争取 Exam. せins告 3 4 2 3 3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